您好 欢迎您收看James Law TV 我们今天来谈一下9月新西兰房地产数据报告 新西兰地产协会总裁Helen称 大选结束后 房地产市场开始逐渐恢复生机 尤其是9月下旬 交易情况明显增加 然而与去年同期相比 交易量仍有所下降 这意味着已经连续11个月出现交易量同比下降的状况了 价格增长明显放缓 9月房价的年增长率仅为5% 较4月份10%的增长有明显的下降 全国的经纪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房源紧缺 全国代售房源一乎寻常地降低到极低水平 甚至是房价已经飙升至历史最高的奥克兰 也呈现同样的状况 不断上涨的房价未能吸引更多的卖家进入市场 尽管如往年初春一样 代售房源数量略有增加 但是与往年同期水平相比 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这也许是大选的滞后效应 正如报告中所提到的 9月的最后一周中销售开始好转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分析 9月共签订了5911份无条件住宅买卖合同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2% 比8月增加了7.8% 与8月相比奥塔构增幅最大为25.4% 总成交量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2% 40万纽元以下的成交量下降了18.2% 9月的中卫价为42万纽元 与8月持平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万纽元 增幅为5% 全国中卫价增长68% 会供于奥克兰地区 同比增幅最大为 Central Otago Lakes 增长了14.3% 较8月增幅最大仍为 Central Otago Lakes 增长了12.6% 9月份的销售时长为35天 较8月份减少了3天 较去年9月份增加4天 奥克兰销售时长增加了2天 Centerbury销售时长最短为30天 过去10年中 9月份平均销售时长为35天 9月份共有1072套住宅拍卖 占总成交量的18.1% 较去年同期减少534套 奥克兰拍卖市场交易量最大 占全国拍卖总量的70.1% 占该地区总成交量的32.8% 9月住宅销售总额为32.20亿纽元 高于8月份的29.39亿纽元 低于去年同期的34.08亿纽元 全国房价指数较去年同期上升了4.1% 10月份摇替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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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